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难也难 说不难也不难 我想对泰国人来说 汉语语法比较容易 因为汉语语法跟汉语语法很相似 但是我觉得汉字很难记 有的记住以后又常常忘记 争头疼 你呢 日本人选汉语难不难? 我觉得汉语语法比较难 但是对我们日本人来说 写汉字不是难事 因为日文里就有很多汉字 对了 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日文里有汉字 因为谈大的时候就有很多日本学生来中国学习 从那时起 日本就开始用汉字了 一直用到现在 真想不到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篇课文里面的一些重点词和重点句子 第一个句子 同学说的 又到吃饭时间了 这里的又 它是一个副词 它表示动作的重复或者继续 它一般放在动词或者形容词的前边 例如 它刚吃了午饭 现在又饿了 接下来 第几课 第25课 这里的课 它是一个自主量词 它不能跟别的量词搭配使用 我们一般是用作这一课 每一课 今天一直在复习第26课的声词和课文 这里的一直 它是一个副词 表示动作或者状态持续不变 它一般是放在动词或者形容词的前边 我们一般搭配都 还 正在使用 例如 它一直都对我很好 接下来一个 对泰国人来说 这里的对来说 它是用于引出某种事物的关系 例如 漂亮对女人来说很重要 接下来 汉语语法跟泰语语法很相似 这里的跟和相似 我们一般是用作A和B相似 或者A跟B相似 例如 这道数学题和那道数学题的做法很相似 接下来一句 有的记住以后 这里的有的是表示人或事物的一部分 例如 学校一共有十位外国老师 有的是英国人 有的是中国人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两个词 一直想知道 一直用到现在 这里的一直都是副词 表示动作或者状态持续不变 放在动词或者形容词的前边 一般跟都还正在搭配使用 例如 它一直对我很好 这里的一直就是 以前对我很好 现在对我很好 将来也会对我很好 好了 今天的课文我们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 SARAH 散步 Hat charts 超红尚